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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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赵经理在这儿跟我指仓骂怀呢 这烂白菜吧 它也有重铸 怕的是什么呢 这白菜放在鸡脚瓦里 发霉了的无人问津 谁无人问津 我就是高傲的独身 是 李宗盛 秦玉 小宁 真是你啊 好久不见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试试给客居吗 我来试给客居吗 季总 你好 你好 你这四几人要胜利回室吗 航长昨天晚上到手好了吗 到了 航长 航长暂天回不来 航长 航长什么情况啊 我是航长新照的司机 你去啊 好 姐 你要的资料取回来了 回去吧 好 小宁 原来你也在这儿办公啊 我来这儿有一段时间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怎么想着回来了呢 就是你想的一个人 怎么了 你 你这个人吧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我还是想 为自己再争取一次 那你想好 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好多半天 原来是航长的司机啊 对啊 是是是 赵经理 你们俩 原理你们是那种关系啊 哪种关系啊 小七来应聘是为了你 不不不 你误会了 赵经理 那你们这不就 成办公室练琴了吗 你说公非谈恋爱好大的胆子 嗯 主打就是一个惊喜浪漫 不是 什么惊喜浪漫 你这不就是 为啥荣 你这不就是为啥呀 我们是为啥荣 这不就是为啥荣 还真的 不得了呢 哎 太坏了这也 你发给我尔子 我发给你 我发给你啊 好 各位 上班已经一个小时了 集体离开工位这么久 怎么 是有什么工作上的要紧事吗 早晨出门太着急了 没来的地上厕所 就去蹲了会儿 集体组团上厕所 还是一个小时 看来昨天没少喝呀 嗯 徐丽 刚刚你的客户临时决定 过来找你 但他没找到你 我替你接待了 下次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愣着干吗呀 还不赶紧谢谢纪总啊 那个 谢谢纪总 没外理想 这是你本周第三次之后 按照戴瑞的规定 要扣你半个月的迹象 事不过三 如果再有下次 要么转稿 要么离职 这话说的 我签的是正式合同 凭什么离职啊 凭你是这个单位的员工 就得遵守这个单位的规征制度 季总 造什么意思 来 季总 理想家住得远 有时候电梯慢个一两分钟 耽误了打卡 也不是有意的 季总 您说规定 那我们就按规定来 现在规定是工作时间了 大家都干起来 好 张罗 幸亏有你 要不然今天这事 非不如闹多大 张罗 我不给你面子 听个一句劝 咱们最近都低调一点 谁被这个合规部下来的车 抓住了小边 去工作 小好气啊 没事 拿上你的医疗包 白天抬一抬 都不舒服 你怎么办 找到了新的街头地点啊 嗯 楼梯间已经不安全了 以后在公司有什么事的话 就来天台上说 你看着我干什么 楼梯间不安全吗 什么意思呀 祈遇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你跟齐宇在楼梯间聊天 被找房刚才你看到的 然后还说问他是你的追求者 还是前男友 哎呦 你别听他瞎说 什么追求者前男友啊 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咱俩在一个公司 已经够让我头疼了 我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我再找个前男友来公司 我知道 你又知道什么 你不是只有一段感情吗 以你的性格在一段感情里 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前男友 活该 你是不是很享受这种感觉啊 就是拿捏别人的感觉 你明明知道 我跟齐宇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还非要逗我 明知道赵经理 他去哪儿了 还非要去问 然后杀起景侯 所以你觉得我是在吓唬他 难道理想他们不应该被罚 该罚是该罚啊 但是也要给人家留点面子吧 要不然你这样会失去人心的 多亏了赵经理帮你结尾 这样就可以了吧 齐宇的事情呢 虽然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但是毕竟在一个银行工作 咱们还是要在他面前 隐藏好我们的身份 不要让他发现什么 你们是同学 嗯 不只同学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的前男友 我都不知道 他们俩见面 会发生什么事呢 几天没见怎么这么红卧 突然这么多人 这不愿意过来陪你个托吧 你不知道吗 昨天这家店 在短视频平台上上了糖购 网红知识蛋糕马尔松茵啊 今天第一天 那如果我不用团购 是不是就不用排队了 踩踏气俗啊 大家都在这排队呢 人还想插队不成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不许这家了 跳跳的 真是 在心里中下苛求 才会连灯带走 过了一天了 快吃吧 过去关于你的 从未被分隔 时间他走过 才能够懂得 思念那么多 那么汹涌 想坐着冲崩 那些叫回家 对不起 之前都是我不对 我爸妈想让我回老家 发展我不想那么失望 说回你的感受 对对不起 你没错 人生能选择的路 本来就不只有一条 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都是我错的 我有错 我以为我当时的我 能平衡好咱们之间的 文艺 我在你工作的楼里 也找了个工作 挺稳定的 不会再给你一递了 以后只要你需要我 我一直在 还不是小妮和我打电话 我们在公司遇到 我入职戴瑞 给行长开车 所有你想了解的 我都可以跟你讲 但你饿了一天了 要不要去你吃点东西 我给你买了 最爱吃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一天 我听晓宁说 你今天请假在家休息 你需要的时候 总是顾不上吃饭 做西部规律 我能不知道吗 你还是那么了解我 那你就该知道 我不是一个 是回头早的人 齐悦 你在我这儿已经翻篇了 我承认 之前我是在等你后悔 等你回头 但是现在 那些对我都没什么意义 到来 买 走 买 走 来 这 这回 不行不行 拿着 拿着 你别跟我客气 别跟我回来 拿着 拿着 谢谢啊 最近怎么样啊 在园区里边 最近挺好的 人也挺多的 吴总的车就在那边 谢谢啊 没事没事 好 你是不是想问门卫是园区的 跟里边起也没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跟他聊那么久 确实有点好奇 传达室是小到消息的聚集地 门卫呢 能熟知园区里每一位老板 开的什么车 出入时间 甚至他们的性格 让我记得这家老板 说过我贷款啊 我明白了 赵经理 你想的是 现在不需要 不代表以后不需要 没事过来晃一圈 留点印象 等需要的时候 直接就会来找你 聪明 做营销不能急于求成 在优质的企业 它也会有自信周转不开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放长线 钓大鱼 来 快到饭点了 垫吧垫吧 谢谢爸建议 不客气 我说呢 这么迫切地跟来 学习园区业务 这是为了应付 转正考试呗 我确实 利用下半时间 报了一些转生业务的网课 但是我发现 很多时刻经验目不足 所以理解的不够到位 嗯 你说的没错 做营销啊 随机应变 但光几时上没用了 再靠这儿 嗯 小姐弟 嗯 其实我知道 您用这个义务教我 但是你还那么烂心 给我讲了这么多 赶紧跑了半个人员区 实打实等 学了不少东西 谢谢小姐弟 嘿嘿 不客气 来 我刚入行戴瑞的时候啊 也是前辈带着我 说把手的教我 我现在成前辈了 那不得传承一下 咱们戴瑞的优量传统吗 那儿你真想感谢我 以后就别叫赵经理了 怪生疏的 以后就叫 小赵哥 哦 哎 那个 行长司机是你男朋友吧 哎呀 不是 你别瞒了 我觉得您还是挺般配的 但是啊 还是得低调 也算是办公室恋情吧 嗯 他真不是我男朋友 你听我说啊 不承认也好 免得被那位逮到 再把你当个典型处理了 迟到 罚半个月绩效 这要是被他发现办公室恋情 那不得罚你 倒赔公司钱 十五八九 我直接把你给开了 哦 那位是 志总 啊 我觉得他怎么是那样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 你是他对象 还是他什么人 哎呀 沙美美 怎么太不当职场了 哦 出发了 嗯 嗯 给 你心心点点我泡的咖啡 尝尝 和你口味吗 今天上午我带你徒弟跑了一圈园区 挺有无形的 这一趟园区跑下来 我这一个月新增一客户的任务 可算是有点着握了 哎 你听说了吗 上头已经开始走流程 彻查相亲带的事情了 这回啊 我也算是离工了吧 脏行 不得给我发个小红花 你离什么工 这核心证据是我提交的 直接拆穿了千里元的真正面膜 让他们无从狡辩 就你那几张 空白的连张都没有盖的合同 你告诉我是证据 你跟姐玩呢 看来你不服气 要说你那几个录音 才没有说服力吧 人家直接把接电你的员工一开 说公司压根没有这个人 你能怎么办 不过啊 多少你也出了力 我会帮你们演几句的 咖啡记得喝 佳涂 嗯 嗯 你放心吧 回头季总那边 我也会帮你说好话的 我的同意用你说好话吗 我在说彻查相亲戴的事情 虽然呢 核心证据是我提交的 季姐 快去 不好意思 晓晓哥 虽然核心证据是我提交的 但毕竟你也参与了 回头季总问起来 我会着重渲染一下你的作用 你开锅 你开锅 我回来啦 我回来啦 回来啦 怎么伤还没好就迫不及待地做饭呀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快洗手 准备吃饭啊 糖醋肉啊 嗯 你还会做糖醋肉呢 正好 尝尝看合不合口味 好 怎么样 好吃 很正宗啊 你是因为我喜欢吃糖醋肉 所以才做的吗 瞧了 正好这道菜是你爱吃的 你喜欢吃什么呀 我记一下 之后投桃报李 我除了不能吃桃子 其他不挑食 哦 小高 我被骗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要不是你打电话提醒我 抓住司机找倩旅员谈判 他们这要是一倒闭 我这钱就真没希望啊 总之是 真是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 以后呢 有这样的问题 你还是可以问我的 随时 就是上次嘛 我情绪太冲动了 伤了你们的纪总 我想给纪总道个歉 你不用放在心上 没事的 我们纪总呢 大人大量 不会生你气的 哦 对了 还有你们赵经理 也给我打电话安慰我 还帮我解决了个人问题 也替我谢谢他吧 好 我帮你谢谢他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是小高 小高他跟我说 你说钱要回来了 而且赵方刚 还帮了他很多忙 他还想给我打过钱 我手机隔音这么差吗 你是不是 见过他 或者打过电话 这些你早就知道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是觉得这些感谢的话 看着李轻尔听到比较好 对不对 那是肯定更开心 但是不光是因为他的事情 主要是我们拓展一部 这次的风波总算过去了 也不枉小赵哥那么辛苦 解决事情解决得很圆满 大家以后也不用提心吊胆地 在工作了吗 快趁热吃饭 黄历已经彻底查清楚了 签论员的事情 也对其他类似形式的消费带 进行了排查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像现在的问题上 处理得还算及时 尤其是饶经理 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 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 针对这次事情的处理结果 我代表拓展一步 对相亲带的经手人 赵方刚 赵经理 进行全部门的通报批评 本月奖金合检百分之三十 另外 移交客户 移交客户 通报批评移交客户扣钱 什么意思啊 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我说得很清楚 不需要解释 相亲带这件事是江总挑头弄的 这你是知道的吧 你让我去调查我二话没说就去了 这也是事实吧 我也不求表彰我 但你在大会上唱这么一出 我实在是想不通 只能来找你辞教了 相亲带 虽然你不是挑头人 但你是经办人 通报批评 不算过分 不算过分 季总 话不能这么说吧 我是紧手了 但我解决了没有 我就往这儿处理了没有 我本来就是一个受牵连的人 后面做的这些 总能将大功补过小过吧 受牵连 受牵连的可不只有你 是整个拓展一部 我算是看明白了 相信戴这事 你是打定主意栽在我身上 在大会上唱这么一出 就是为了个影我 让我难受 让大家看看拓展一部 到底是谁说了算 那一处出雷霆之怒 不也就是这个意思吗 赵方刚 如果你对我有十分点 可以直接向上进来 我怎么敢对你不满呢 今天你能给我通报批评 明天你就能把我扫地出门 但是你记住了 我赵方刚 能在拓展一部待了快八年 那自然有我的本事 再来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肩 这日子 还长着呢 来 让我们一起为赵哥举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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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哥 真的忍一时他后颜无耻 会议部 这登冰上脸他 是 送回去了啊 小赵哥 我呢 小兔 我就是太怂了 让人记不到脑门上了 脸面全无 有的时候人吧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躺在地上 让人看笑话 我懂 别让你们看笑话了 没有 哥 谢谢队 我请 我再点酒 来 谢谢 来 来 来 谢谢哥 服务员 你好 有团购吗 抱歉 没有的 不过本店特惠 比五二三组以上 只要半价 很划算的 我来三组 好 老家伙 今儿啊 咱们喝点高级的啊 啊 轰炸金 B五二三组 哎呦喂 赵哥大气 赵哥 进赵哥 来来来 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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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了 你们随意 哎呦 我这 拿瓶了吗 你还盗 喂 妈 怎么了 小妮 你在哪儿呢 我在外面跟同事聚会呢 有事啊 今天是小季妈妈的节疗日啊 你不去医院吗 那你才怎么知道的 我们就一直联系着想看看她 这不今天正好节疗吗 她就告诉了我们一声 那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过去 咱们医院见 好嘞 呃 好嘞 拜拜 嗯 哎呀 哎呀 哎 哎 那儿饶静吗 你看穿红衣服那个 那是静姐吗 是静姐 这和上次千里园门口那个 不是一个人吧 哎 小赵哥 我有事我得先走了 家里有人生病在医院 不好意思啊 我先走了 哦 那我们先去吧 拜拜 拜拜 不然住院前 住院前 住院前啊 哎呀 这姚子可以啊 我的天 别爱 来来 咱 我会不愿意 你上班 都累一天了 晚上还不好来 没事的 阿姨 嗯 妈 来 妈 我来 清奶 小宁啊 玉衡是不是平常很闷呢 没有 我跟你说呀 他呀 什么都藏在心里不说 他要是惹你生气了 你就告诉他 别自己埋在心里 夫妻呀 隔了话就隔心了 我们俩没有什么隔阂 我怕你别多想了 这你们都结婚了 小宁这手上怎么也没个戒指呀 玉衡啊 我卧室床头柜底层的抽屉里 有一个礼盒 是一对对戒给你们的 本来呢 应该提前给你买个钻戒的 你们有空自己去看看 我报销 其实妈一直想送你礼物 但是呢 不知道你是喜欢镯子呀 还是项链 我又不敢催着玉衡问 真的不用 妈 我不要这些 妈 这次免疫留法时间还挺长的 您感觉怎么样了 好多了 我还正想着跟你们商量 等过一阵 我想就回家住住 行吗 行啊 回家住多好呀 那我回头把我房间 不是 我是说我们把房间腾出来 给妈住 好 你叫我出来干什么 所以是因为赵方刚的事情 让你不开心 扣他一个月的奖金 扣他一个月的奖金 移交五名客户 这个处分不算重 不算重 你的领导无缘无故 给你这么大的一个处分 不是 什么叫无缘无故 是非对错在赵方刚的心里 他很清楚 那也要讲一个方式方法吧 你什么都不说 直接给一个这么大的处分 就好像拿小赵哥 来给自己立威泄愤一样 行 我算是听明白的 所以在你心里你觉得 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赵方刚的感受 晓宁 我在开展工作的时候 讲究的是效率 如果我每做一件事情 都有考虑所有人的感受 所有人的情绪 我的工作怎么开展 所以你觉得 你自己没有做错对吧 也是 你这么惜字如今的 怎么会跟我们这种 想人物解释 你心里到底是想什么的呢 我们到底怎么想的呢 对你来说也不重要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能 不能什么 上纲上线 纪总啊 纪总 我今天算是明白了 我对你 根本一点都不了解 我觉得我们情绪有点激动 都先冷静冷静 先不说 这不他俩吗 这不他俩吗 那真是啊 这怎么像吵架了 这还真是吵架了 你紧张什么呀 那年轻人拌拌嘴 那不是很正常吗 那咱俩怎么办呢 咱俩怎么了 咱俩怎么了 咱跟孩子约好的 让孩子带着咱们去见庆家 那现在他俩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人都走了 哎呀 没关系 咱俩自己上去不就得了吗 啊 那好嘛 这有什么好不好的呀 再说你看咱俩冬鱼都买了 汤都包了 上去吧 咱俩冬鱼都买了 其实我们早就想来看您了 听说你身体不好 不大方便 最近又在治疗 你看 治疗的效果还挺好的 是啊 精气神看着很不错 谢谢 谢谢 这个 你们这样还跑一趟 我真是不好意思 应该了 应该了 多怪我这病 这身体太不争气了 那孩子们都结婚了 咱们也一直没见上 嗯 现在见也不晚 亲家 我们家郁恒呢 他打小啊 性格比较内向 不会说话 也不懂事 要是有什么 给你们添麻烦 惹你们生气了 一定多担待啊 没有 小鸡这个孩子呀 特别懂事 对对对 一看呢就是 受过好的教育啊 一看就家教好 有礼貌 对对对 那我就放心了 但是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这小两口 刚结婚 我怕磨合不好 刚才我好像听晓宁说漏嘴 他们还在分房睡呢 来 你尝尝这个菜 好 那么 这个季节 这个菜 鲜嫩呢 行了 你自己来吧 你今儿一个人回来的 小鸡呢 他忙 人家当领导的 都挺忙的 你不用管你爸了 你自己喝点啊 喝点汤 润润 那个 你那屋啊 刚好那床单备杖 我都已经换好了 今天晚上要不在家住吧 在家住 那小 小屋挺好的呀 是不是 小屋收拾了 我就说那小屋 那小屋 让你妈这收拾还挺好的 是吧 从你结婚了以后 就没在这儿住过 那小屋都冷清了 这边晚上吧 好好陪陪你妈 妈 你要是想我的话 我就在家多住几天 好呀 这雨昌肘寺 你必须得尝尝我跟您讲 这是你爸做的 他刚学会的 说特别好吃 您第一次做 你必须得尝尝啊 姑娘午睡了 嗯 我以为你把他们俩弄来啊 是想窜在这儿 他们和好呢 我倒是这么想的呀 谁想到小宁自己回来了 没带小鸡 那就说明 她跟小鸡待着不舒服 让她一个人敬你了 这两口子呀 不怕吵啊 就怕冷啊 怕什么呀 小鸡一个大男人 不主动解决问题 难道还让我们家女儿上坎呢 这冷着冷着 就容易散的 你说万一他俩一冲动 要是闹离婚怎么办呢 不是这才哪到哪儿啊 就离婚了 这个乌鸦嘴 给我叠上 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太把这个结婚离婚当回事 财产一分 是吧 又都恢复单身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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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自己的东西 我知道你尝尝尝尝尝尝 别害怕 只要你自己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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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好 把 杀 不 非常 酸 不 用 不 啊 要不趁热先吃两个 和你见面已经是叛徒行为 要是在吃你的东西 就是收受贿赂 最佳一等 可千万别误会了 我不是为了贿赂 我 你也知道我跟晓宁 我呀 就是想请教请教你 她最近 到底在想什么 你们俩现在是男女朋友 最亲密的关系之一 她想什么 你应该自己去问她呀 不是 如果她要一直都带着情绪的话 我就没办法判断她真实的感受 态度还算可以 说吧 你也知道 她最近一直在跟我闹别扭 是因为我们行里赵方刚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知道 她为什么会因为赵方刚的事情 那么在意 你不会觉得她在意的 真的是那个什么赵方刚吧 那不然 因为什么 你连晓宁为什么生气都不知道 哎 出来真是活该 你说她生气也好 失望也罢 怎么可能单纯是因为那个同事呢 那肯定就是因为你的性格 跟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呀 还不懂 那肯定就是你让她非常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对啊 你想啊 你们俩是上下级 但也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 你的一举一动 对她来说影响力可是非常地大的 你 去那个办公室丽威 同事他们互贵了 你也不帮忙解释半句 还用自己执拗的方式去处理那个什么 赵方刚的问题 这些种种加在一起 你想想 你要让她怎么想啊 反正要是我 我肯定觉得你就是一个固执 自大 不考虑别人感受的人 恨自己当时 识人不清 一脚把你揣 不是 我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呢 你不长嘴 不长嘴啊 可是亲密关系里的大忌 真是每条都撞枪口上 不说这是贿赂 什么都不说才是贿赂呢 我在帮小年解决情感问题 这是我应得的 还挺好吃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你爸那会儿多年轻啊 我跟你爸呀 就是闪婚 认识不到一个星期就结婚了 大家都是第一次 给别人当老婆 第一次给别人当丈夫 所以就不适应 你就想着好像 突然有一个人 就进到你生活里了 然后 打碰了你所有的生活习惯 你别说了 那个时候吧 我喜欢早起 你爸喜欢晚睡 我们俩的生物中 就根本没有碰到一块儿去 头三个月 早饭都没在一块儿吃过 那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 都是我爸早上起来 给我做早饭呀 那都磨合多长时间了 我跟他吵出来的 那我爸应该不敢跟你吵架嘛 打火气势起 我就觉得我爸一直在诠释四个字 唯命是错 哪有夫妻不吵架的 你说小两口有个矛盾 有个意见不合 那不是正常吗 关键呀 也要看大家 用不用心去解决 怎么了 还不跟我说 你跟小琪的事啊 我可是听小琪妈妈说了啊 你们俩一直没住在一起 这生活步子大了 不适应 其实是正常的 那些生活的步骤 可以一步一步地去推进 但是你必须得想清楚 你们之间的问题 到底处在哪里 我就是觉得我们两个 不如一段新关系期太快了 我怕我自己没想清楚 生活 反正就是柴米油盐 千脱万续 有些事情啊 可能永远都想不清楚 我是觉得 如果你们两个 决定在一起过日子了 那就某着劲 好好过日子 如果有一天 觉得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那就掰了算了 掰了算了 那有什么不行的呀 遇见爱的 那就再爱呗 遇不见 你就搬回来 就像现在这样 跟爸爸妈妈一块住啊 不过呢 我就是觉得吧 我女儿啊 不是那么容易放弃 那么就容易退缩的人 妈 你说这些还是希望 我再继续前行对吧 你呢 你呢 有勇往直前的勇气 得有激流勇退的底气 我跟你爸 就是你的底气 不过你退了之后啊 记得把那个生活费按月交一下 我还要交生活费 那我以前都不用交 那你把以前的也补上啊 不 他也要让她 我找你 你们对着 我找我 你找你 你不用帅 你帅 你找我 你找你 我找你 唐宋仲 脂糖 做些粘贴 血沸汁 词曲 李宗盛 响动的空气收温 时间好像停断 把此刻私藏拥有 My feelings for you Just like the rain 像是要人类的落下来 Oh baby my heart belongs to you And no one else 心靠的烟花放个不停 Maybe it's you No one else Baby it's you Hope you know 你在寂静的回忆里 当起涟漪 感受到彼此的温度 Yeah My feelings for you Just like the rain 超时要人类的落下来 Oh baby my heart belongs to you And no one else 心靠的烟花放个不停 Baby it's you No one else Baby it's you 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